环宇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首先看到国内13号新增5例本土感染 58例境外移入没有死亡个案 国际疫情方面中国曲线大幅上升 单日暴增1938例 光是本土案例就高达1800多例 其中吉林省就占了1412例 是疫情的重灾区 日本新增55000多例 疫情居高不下日媒报导 政府似乎有意将政策方向转为与病毒共存 只要能降低医疗系统负担 就可以解除防止蔓延重点措施 南韩区线小幅下碳新增35万多例 确诊人数激增 重症患者数也突破1000人 当局预估下周可能会达到2000人 对医疗系统来说是严峻的考验 印度区线持续下碳新增3100多例 专家表示由于在疫情后半期 当局广泛地进行疫苗接种计划 对降低死亡率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让病死率降到约1% 越南单日新增超过17万例 疫情持续高烧不退 不过政府仍将放宽入境限制 为了迎接即将从3月15号开始 入境的第一波国际旅客 胡志明市的各个景点以及企业 都已经着手准备 印尼新增14000多例 确诊数持续下降 但卫生局表示 还有5个地区的病例仍有增加的趋势 呼吁国人不要松懈防疫境界 美国新增12000多例 疫情逐渐降温 专家表示儿童的死亡病例中 有三分之一都是Omicron病例 认为不应该再把儿童 列为非危险族群 法国新增72000多例 卫生部表示将开始为80岁以上 符合资格的长者接种第四季疫苗 德国区县继续下探 下降到14万多例 但疫情仍处高温 卫生部警告如果不强制接种疫苗 秋季将会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 英国周末数据暂停更新 停留在12号的72000多例 全国累计超过195万人确诊 16万多人染疫病故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